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周五 这里依旧是Colotex出品的游书之白鬼 我们上周五说了 白鬼夜行图其中的第一个 那就是青行灯夜雾 那今天呢我们说哪只鬼呢 按照日本的传统妖怪来讲吧 这华嫖并非是白鬼夜行之主 但是去年有部动漫很红 叫做华嫖之孙 说这个华嫖呢 是这个以东京现在为原心 往东西一阔的这块范围势力呢 就是华嫖的范围势力 那华嫖呢 就成了这一片区域的白鬼夜行之主 那好那我们本次就说一说这华嫖 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华头鬼 人说了这人要是聪明起来 再油滑一点 我们就说他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他是华头 油滑油滑的 那鬼如果是个华头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日本啊 鸟山实验的白鬼夜行中 提到这华嫖 一开始简单叙述的很清楚 什么都没说 说他有一个重大的特征 就是说这华嫖鬼的脑袋特别的大 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有点像南瓜一样 这脑袋上起着肉层 脑袋大了脑子就大 那这鬼肯定很聪明 在鸟山实验的白鬼夜行图卷中呢 这华嫖除了是个大脑袋之外呢 穿着一身生灰色的大袍子 就有点像是和尚一样子 日本传统的和服穿着 腰间配一把短剑 别着一个长长的小烟袋子 穿着高高的木鸡 每天呢就晃晃悠悠晃悠悠的 哎到人家家里去 干什么呢 骗吃骗喝 我们今天不讲华嫖有多大的武力 说他这妖力有多强 我们就讲讲 在这个江户时代啊 华嫖的另一个名字 在他身上的另一段故事 在江户时期呢 哎这华嫖鬼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叫他什么呢 大家叫他挂丹突驴 也称之为挂丹僧 这挂丹 哎这个词语 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了 哎其实就是僧人 这僧人呢 哎离开了自己的寺院之后呢 去别的地方游历 那身上没钱了 晚上得找住的地方 那去哪了 哎我到了这个地界 这个地界如果有寺庙的话呢 哎我就去这个寺庙 拜望山门 然后呢 我挂丹 我可以在这住宿 也可以吃饭 如果这有大的法会呢 哎我可以有请住持 或者是僧政和尚 安排我先来讲经 由此有了这么一句说法 叫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华嫖另一个名字 之所以叫他挂丹突驴 或者叫他挂丹僧 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地方 不去寺庙 就跑到这住家里边 啊不管你是喉门富贵 还是啊平民百姓 我都会到你家里挂丹 白吃白喝嘛 说到江户时期啊 有这么一户穷苦人家 用咱们这话怎么说呢 啊这江户时期老百姓也得种地啊 穷到什么程度呢 这也许这一家的人里边啊 就只有这么一条裤子 谁出门谁穿上 就穷到这份上了 这有一天呢 哎这华嫖来到了这家 家里边大人不在 只剩下孩子 这华嫖大摇大摆的 就走进来了啊 孩子一看啊 请问您找谁啊 华嫖不语 脱了鞋 直接进到了客厅里 看到这客厅上呢 摆放了一点啊 这可能是准备过节啊 用的一些点心 什么都没说 就开始吃起来了 光吃还不打紧 看看家里边这个男孩 去给我倒杯茶 男孩一看这应该是父亲请来的客人 不敢多问 赶紧去倒了一杯茶给华嫖 哎华嫖就喝着茶 吃着点心 酒足饭饱之后不算 拿起自己的小烟袋 搁点烟草 就在这客厅大摇大摆的抽起来了 孩子在旁边静静的看着 悄悄的凑上前去说 请问您是我父亲的朋友吗 要不是我母亲的朋友 华嫖不说话 摆出一副大爷的样子看着孩子 依旧抽着烟 这孩子一想 这一定是家里认识的人 而且应该是还帮助过我家里边的人 要不然怎么能大摇大摆的 跟个大爷债主似的 往这家里客厅里边一坐呀 这华嫖烟抽累了 饭呢也消化的差不多 有了一丝困意 把烟斗磕了一磕 插回自己腰间 哎 有没有被子什么的给我拿一个 我有点累了 要睡觉 哎 这孩子连忙打开合适 取出一床被子 给华嫖盖上 这华嫖就睡了 不一会呢 这华嫖也就睡醒了 起来之后 哎 发现这孩子呢 一直静静的坐在他身边 给他干嘛呢 哎 给他驱赶的这些小虫子 花嫖心里边挺高兴的 嗯 看你这样子 应该没有出去逛过 也没出去吃过什么好东西吧 孩子说 我们家历来都很贫穷 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就像您今天吃的这些点心 嗯 都是母亲啊 改上过节了 才会拿出来一点给我们吃的 哦 这样吧 你跟我走 哎 这花嫖被子一放 到门口穿上木鸡 领着孩子 哎 就到了这市里边最热闹的地方 用咱们现在话来讲呢 那就是市中心啊 商业不行街这一类的 这孩子从小就在家里边 没怎么出过门 父亲呢也不会带他来这么热闹的地方看 小孩嘛 看上这个 看上那个了 啊 盯着人这东西使劲看 你说你这做父亲呢不给买 面子上多少有点挂不住 所以说这孩子是第一次来到这地方 哎呀 见到什么都新奇 看着什么都喜欢 就一下子呢 哎 站在了一个小摊前 这日本人呢没有冰糖葫芦 但是呢 日本人很有意思的什么呢 哎 他们有一种类似的食物很像咱们中国的冰糖葫芦 就是把这个苹果啊插在一根棍上 表面呢裹上糖浆 放在这卖 因为这苹果裹上了糖浆 它就不容易坏 无论你什么时候吃咬下去之后呢 这苹果的爽脆依旧包裹在里面 这孩子从来没见过也觉得有点新奇 这红通通的哎 怪漂亮的 就站在这使劲看口水直流 啊 也不好说 为什么呢 毕竟不是自己父母 那管人家要吃了 父母说过这种事很没礼貌 所以这孩子哎 就看着结结眼馋 这华瓢一看嗯 想吃吗 孩子看了看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花瓢拿起了一个放到孩子手里 吃吧 哎 这孩子就开始吃 那谢谢您哎呀 就大口大口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这人说了买东西你得给钱吧 哎 这卖家一看哎呀 这行孩子这么喜欢吃 看着孩子三五口就把一个吃完了 马上哎 这卖主呢 又送了一个到孩子手里 这孩子不敢接呀 看看花瓢 花瓢点了点头 孩子又接过来 哎呀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哎 觉得味道不错 吃完之后呢 这花瓢带着孩子大摇大摆的 就准备往过走 这卖货的心想 你这吃了我东西得给钱呀 刚要搭嘴问这一句 花瓢只是轻轻转头 用眼光这么一瞪 这卖货的人啊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似的 哎呦 谢谢您下次再光临 您能来尝尝我这儿地儿卖的东西 真是我三生有幸啊 笑吗喝的就送走了花瓢分文未取 这孩子心想 这一定是个大人物 哎呀 又往前走了两步 这花瓢发现这孩子身上的衣服 哎呀破旧不堪呀 马上天也渐渐要冷了 算了 正好有家卖衣服的铺子 这花瓢大摇大摆的领着孩子就进去了 到了店里边 哎 店家一看 这啊 一个穷酸的僧人领着一个破衣烂衫的孩子 也敢往我这店里进啊 这店主正想到门口一拦 花瓢依旧是中这眼睛一瞪他 哎呦 这店主立马改换了 哎呦 您怎么今天想起来来我这小店里边光顾一下 哎呦 真是让我这小店蓬壁生辉啊 您今天随便挑随便看 只要是您喜欢的 我马上让人包裹好了 送到您家去 老刘 摇了摇手 给这孩子选一件合适的衣服 哎呦 这是小少爷吧 赶紧赶紧赶紧的 招呼着店里边这些女工啊 仆士啊 赶紧来伺候着 这孩子哪见过如此的阵仗啊 哎呀 跟个小木头块似的 就被人前呼后拥的啊 掺到了内奸 试衣服 这滑瓢呢 大摇大摆的哎 往这种咱们说的这 VIP招待席上一坐 哎 紧接着茶点国品就拿了上来 滑瓢依旧是掏出自己腰中的小烟袋 碾上点烟丝 点着了之后哎 吃着甜点喝着茶 不一会儿这孩子就换上了一套整齐的滑服啊 就出来了 这孩子穿上这身衣服 哎呦 见都没见过 更别说这穿了 倒都不会走了 哎让一帮人给架着浮出来了 哎这店长连忙走到滑瓢面前 您看看 小少爷穿这身衣服可还合适 嗯 一般 哎呦这店长一看不行 不合心意 连忙一招手 哎呀这帮人又把他架了进去 不一会儿又换了一套衣服 哎很精干 有点这古时候武士的做派 滑瓢一看 嗯 这件还行 哎呀店长很高兴 那好就照这样的服饰啊 这种款式不同的颜色 赶紧给小少爷再包两件 哎 这店里边的服务员马上的包裹好了衣服 哎小男孩一抱 好 正准备出门呢 这男孩东扫扫扫西扫和 哎这店长连忙上去了 小少爷您找什么呢 嗯 我之前那件旧衣服呢 这 哎 您这都买了新衣服 还要那旧衣服干嘛呢 不行 那是我母亲亲手给我做的 哎呦这店长一听 好好好小少爷 我马上给您找过来 哎呀把这旧衣服找过来 拿着这纸一包裹好 也给他放了上去 哎男孩拿着这衣服 刚想出门看看滑瓢 嗯 头次见面 您就请我吃了东西 还送我这么贵的衣服 我怕我父母收着 滑瓢就说这么一句 领着小伙子 哎这小孩就开始往外走 小孩心里边犯嘀咕呀 爸爸妈妈啊 我们家历来都那么贫穷 父母也从来没有说过认识这么一位 啊这么有钱如此慷慨的人啊 这孩子正嘀咕着呢 哎 一病神发现来到了一家大的酒店的面前 哎这酒店应该说是大的饭馆 哎 这孩子就不太敢进去了 因为这孩子啊 有的时候呢 跟其他的小朋友玩啊 或者有的时候听一些老人们谈过 哎在他们这个地方 这座酒家那是相当的有名 同时卖的菜也特别的贵 这孩子可不敢进去啊 我这已经吃了两个茶果 又混了三件衣服 再进这么贵的酒楼吃饭 摸摸自己的小屁股 哎呦 这回去我爸不得把我屁股打开花呀 孩子不敢进去 正在门口犹豫着呢 华瓢已经走进去 哎 找了一张正堂上最大的桌 坐那儿 并且向孩子招手 这孩子没办法呀 捧着衣服就进去了 店里的小二啊 过来一看 呦 这穷酸样啊 孩子穿的倒挺不错 你这也能来我们这儿吃饭 你有钱吗 刚想撸胳膊把袖子上去搭话 这滑条炒他瞥了一眼 立马的状态又变了 撸起的袖子立马斩平了走上前去 哟 您怎么今儿亲自来了 想吃什么 找人研衣医生啊 我们马上做好了 给您送到府上去 这孩子一看 这人一定是我们这十里八乡的大人物 那就算了 既然今天这位长辈要请客要破费 那我做晚辈的太过于推辞也不好 哎 这小孩呢 胆子也大起来了 哎 往这边上一坐 好 这菜单就拿上来了 一翻开 这孩子差点没从这凳子上一滑给下下去 随随便便一道便宜的菜 那都是他爸半年能赚的钱呀 胆子是挺起来了 但是一看这菜单 这胆又没了 不敢点 滑瓢更简单 把这菜单上每一页的第一个菜做了给我端上桌来 哎呦 这小二一听 哎呦 不是怕您没钱付 主要是太多 这怕您二位吃不了 不要紧 吃不完的打包送到这孩子家里去 得由您这句话就行 这小二腾腾腾就马上下去了 这小二刚走没多一会儿 哎 这老板又来了 哎呦 您今儿怎么还亲自来了呢 想吃什么找人吩咐一声 我们做好了给您送府上去啊 哈哈 花瓢摆了摆手 赶紧上菜啊 再把店里最好的酒给我起上一坛来 老板说没问题 您就等着 不一会儿 哎呦 这菜就全部都上来了 这旁边有客人不乐意啊 啊 我们这都叫了这么久的菜不上啊 那桌子刚来 这这这这这菜都快上齐了 小二连忙上去 噓 您知道什么呀 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位人物吗 您敢在这要和我告诉你 今儿人家在这吃饭 你能跟他坐在这同一个屋子里边 你就是祖坟冒青烟的 哎 这人就纳闷了 这是什么大人物啊 我在这地方也住了这么久 没见过这号人物啊 啊 行 我见识见识去吧 嘿 就拿了杯水酒往过走 哼 这花瓢啊 还是不言不语 只是轻轻看了他一眼 这人那股趾高气昂的状态 立马就没了 嘿呀 唯唯懦唯的走上前去 哎呦 没撑想 今儿您还能来下趟馆子 我敬您一杯 往后家里的生意 哎呀还多成蒙您照顾 先干为敬 华瓢没搭理他 只说了一句 嗯 放心 放心啊 哎呀这人连忙下去了 临走之前还不忘说一句呢 啊老板 这位大人今天这桌酒宴 算我账上啊 知道吧 大人想吃什么 赶紧做啊 哎呦 这各位看官就说了 这花瓢到底是个什么鬼啊 怎么这么大能耐呢 哼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酒足饭饱之后啊 这孩子吃的呀 哎呦是倒都走不起来了 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哎这让周围人扶着这才出了门 哎 那花瓢又看天色不晚了 回家吧啊 孩子说那那我就送送您吧 好嘞今天一天了都承蒙您关照 不用不用不用啊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你就自己回家吧 哎这孩子啊抱着今天新买的衣服 手里边盯着这打好包的这个食盒 哎呀就晃晃悠悠的吃的撑啊 就开始往家走 哎 哎还没走出城门口出事了 就听着这身后啊汪洋洋的一群人喊着 这孩子也听不清楚回头一看定耳一听 坏事了 什么人呢 他一开始吃的那两个啊 糖果的苹果的那个小摊的摊主 哎 他这几件衣服的那家店的店主跟店员 他吃的那家酒楼的老板跑堂的小二后厨的大厨 这人人手里边拎的不是刀枪棍棒啊啊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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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些反正能打人很疼的家伙事吧 哎这就追着他就开始来了 一边追还一边骂 你个小骗子啊 别想跑 这孩子就愣了 这是个怎么回事啊 这啊 我这 我骗谁了呀 不由分说 嘿 这一群人来到他面前 就开始从他身上扒衣服 啊 这是我们店的衣服 哎呀 剩下一帮人呢 抠他嘴 另外一帮人呢 在他身上搜看有没有点银子 哎呦这孩子整个被扒光了撂到地下 哎 委屈的不得了 这一帮人就说了 刚才陪着你的大人呢啊 吃东西不给钱 拿东西不给钱啊 你们大人有没有教过你呢 这孩子一下就给吓懵了 这一帮人不依不饶的 抓着这小子见官啊 一定是个小偷 一定是个骗子 正当此时 只听着华瓢在人群外咳嗽了一声 哎 这一帮人回头一瞧 呵 这才是正主 啊 你带着一孩子出来骗吃骗喝就算了 哎 你还敢到我服装店里来啊 骗我衣服穿啊 还一骗就骗了三件走 告诉你今儿非抓你去见官不可 这话音刚落这一群人蜂拥而至哗就围了上去 哎 只见着华瓢呢 轻轻一飘 呼呦呼呦呼呦 哎就飘进了一家客栈里 这一帮人一看 难道这是妖精 妖精那也不行呢 妖精你骗吃骗喝我们也不放过你 一帮人拿着棍棒就开始冲进了这家店 哎 这家呢 哎是家客栈 只见着华瓢啊飘着飘着飘着飘进了这客栈里供奉的神坛上 不见了 这一帮人定睛一瞧 哎呦 这 这供奉的可是神呢 说到这儿了 就得说一下 在日本啊 哎这大大小小的店呢 都供奉的有神坛 哎 这些神坛里边呢 供的呢 有些是有主有名的 哎 有些是无主无名的 为什么呢 这神坛呢 其实就是一个空摆是 意思是让这过路的神仙可以有地歇个脚 所以说呢 这神坛有的时候啊 哎 不供奉任何一尊 只是我摆了这么一个神坛 过路的神仙来到我这儿了 这神坛上呢 哎 有酒水有果品 您享用完了之后 觉得我有这份诚心 哎 你保佑我的生意兴隆啊 哎 保佑我这个啊 家里边哎 一切都是太平安康啊 就可以了 而这华瓢哎 就飘啊飘 飘进了这神坛之上 这众人一想方才知道这华瓢是谁 这华瓢原来呢 在这个时期 除了叫做挂丹突驴跟挂丹僧之外呢 他在民间还有这么一个称谓 就是客人神 据说啊 这华瓢来你家做客 只要你对他细心招待 让他满意 哎 他就会带你出去大吃大喝 大玩特玩 而且不用你花一分钱 并且呢哎 这些吃喝玩乐的客家呢 也都不会管你收任何一分银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笔账都寄到了华瓢身上 因为他想啊 这华瓢请人来我这大吃大喝 我不收钱 也是把你华瓢伺候的很舒服 那你这位客人神 哎也得保佑我们这家店生意兴隆 所以呢 这华瓢鬼在民间啊 还有这么一个称谓 那就是客人神 哎 但是有些哎 这种见财忘义 或者说是财迷心窍的人呢 不管他叫客人神 我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 你来我这白吃白喝 我哪受得了呢 所以啊 在这些商人里边 事前如命的商人里 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挂丹突驴 嘿后来呢 好听点的说法叫做挂丹僧 这就是华瓢的由来 华头鬼 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里 看到一个衣衫比较旧 手上呢拿着一个大烟袋的大头 坐在你们家啊 15喝6的啊 吃这个拿那个的 那不用问 一定是这华瓢鬼 如果我是你呢 好好伺候完 让他带你出去吃喝玩乐 不给钱 喜欢我们的呢 可以订阅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本期我们说的是华瓢 下周五我们继续讲白鬼 看了这么久 还不订阅我们 卡拉泰克斯的 游说白鬼 实在有点过分了 如果今天看完了 再不订阅的人 我决定让华瓢到你们家 白吃白喝 直到吃穷命的为止 说的是认真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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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游说的